大家好,我是丁之珍珠 今年20岁,我来自四川省甘子州礼堂县 莎日克村 过去的一年里,我去了很多地方 但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 跟老师学习,跟朋友学习 也从大自然中学习 今天我想跟你们说说我学到的东西 先给大家讲讲我过去的生活 夏天,阿妈我六点起床,去挤牛腩 我们小孩子七八点起床,去放牛 叫牛从军内赶到 不会 叫牛从军内赶到 草场上去 之后我们回来吃早饭 我们的早饭很简单 煮牛奶,打酥油茶,吃脏吧 吃完饭后,大人们要做酥油 奶渣,奶饼子 我们这些小孩 就把小牛从牛旁里赶到草坪上去 然后就可以休息一下 跟伙伴们一起玩玩 一直玩到中午 阿爸阿妈已经把中午饭准备好了 有时候吃牛肉脱脱 有时候喝酸奶 吃馒头 下午我们会去山里采野果 在山里我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叫声 这是雪豹 这是蛇猎 这是狐狸 这是图伯鼠 这是张泽 这是炎羊 现在很多动物都冰淋灭绝了 有可能以后再也听不到这些声音了 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要保护他们 谢谢